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喀麦隆实力分析 算上金界 喀麦隆历史上总共八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州 比任何非洲国家都多 同时还是第一支机身八强的非洲球队 非国杯方面 喀麦隆总共五夺桂冠 堪称非洲大陆最成功的国家队之一 不过喀麦隆在1990年世界杯首次杀入八强的巅峰过后陷入了低谷 随后四次止步分组赛 期间居然总共只赢过一场 上届更加无缘决赛州 而这一组的其他三对却全部都出席了2018世界杯 从赛程上看 喀麦隆将在分组赛先后对阵瑞士、塞尔维亚以及巴西 因此想要取得出现名额 喀麦隆在头两轮能否抢到分数将至关重要 喀麦隆主帅桑志在球员时代堪称传奇球员之一 但是在执教方面 今年2月才接过国家队教编的他却只算是菜鸟教练 在他治下 喀麦隆在世界杯外维赛第三圈仅仅通过加实赛勉强过关 前锋阿布巴卡是这只喀麦隆的头号射手 他总共88次代表球队出战 斩获33球 远超其余球员的入球总和 可惜此子在外围赛的表现直属一般 总共只有两球进账 换言之 如今这只喀麦隆的入球能力十分有限 另外 喀麦隆主力门将A 奥拿拿在国米也只是头衔致散 加上其余中后场球员即便在欧洲问时也只是效力小球会 显然 喀麦隆金界分组赛出现前景相当暗淡 捏飞球星 阿布巴卡早在2010年就已经成为喀麦隆国脚 至今一共为球队出战 接近百场 当中包括两届世界杯和三届非国杯 阿布巴卡身强力壮 而且拥有非洲球员强劲的运动能力 因此在前场的身体对抗中往往能占据优势 阿布巴卡2010年开始在法甲练级 随后被波图相中转战普超 在此期间到达个人生涯巅峰 他与马雷加组成的风险双煞可以说是撑起了波图的一片天 阿布巴卡当时在欧贯联就试过10场攻入6球 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如今转战沙地阿拉伯 但是在今年初举行的非国杯上 阿布巴卡依旧有耀眼的表现 他头顶脚踢攻入了8球顺利拿下金靴 虽然只能帮助球队成为季军 但是个人方面却一举超越前辈伊杜奥索保持的 开麦隆单届非国杯入球记录 投注锦囊 开麦隆外围赛取得6胜2负的良好战绩 其中球队注重防守只是4球 路得5仗下盘 非洲雄狮展示稳扎稳打的风格 有5场胜利都是在上半场领先并最终赢球 但球对面对科特迪瓦及阿尔及利亚各复一场 打硬仗能力欠佳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